中鋼團隊 中鋼在公司不准成立同學會 同鄉會 所以我今天才來跟各位學長 在中鋼是不准講學長 因為如果你一直侷限在你的同學會 同鄉會 那這個公司不會團結 我們中鋼文化本來是很強大 但是各位記得以前都是 雙十國際的時候 兩管同鄉會 福建同鄉會都變成相團組織 所以就變成一盤三沙 所以趙先生創立狀況的時候說 第一個就是要團隊精神 再來企業 因為我們一開始是國以實的企業 所以他認為應該企業化 再來就是PASS 要繳PASS 繳PASS 球星就是創新 那產品 我們鋼板條線 熱壓鋼板凌壓 這個是做汽車 家電 鍍面 我們的營收是合併爆棚 是包括集團 我們現在有了26家主導的外資企業 所以我們先修盤力 每天免產水缸976吋 這個就是勞動生產力 那初鋼產量 這個中鋼這個廠在群世前50大的時候 他的初鋼產量是第23年 競爭力在37家裡面是第11年 這個是整個中鋼 固執的概念 那這邊跟各位報告一下 中鋼是民國60年成立 第一階段就是民國66年完成一階坑建石 這150萬噸 在82年325 到民國97年完成的是世界865萬噸 那現在就是突破這個製程機器 我們現在出鋼已經 雖然我們的設計產量是800萬噸 但是目前已經多到1000萬噸 那1000萬噸再加中農兩支高米加起來剛好1600萬噸 因為他有一支是250 兩支500再加上一支電子 一支1600 那在去年8月份政府經濟部核定了鋼鐵工業的防禦 這是政策防禦 針對鋼鐵產業的政策防禦就是 台灣已經沒有空間在設高爐廠 其實台灣就剛剛四支高爐加上中農 就不准在設高爐廠 所以是為什麼 但是這個政策防禦耗了10年 所以為什麼台塑到核進去 因為台灣認為不一再增設 這個一貫錯的剛才 所以台塑才到核進去 那至於這個電爐廠 他認為我們也不准在神聖要太多關係 再來 這是中鋼的碼頭 在中鋼的差別 這是熱壓 這是暖壓 這是條線 這是鋼板 這是泰線 泰核進去 這個中鋼 這個稅潔瑜在民國九十六年 大家可以看到民國手下七百多年 那時候後生一天賺兩億的人 那時候大陸的港幣 大陸的年財量才到一億頓 到今天大陸已經八億頓 八億頓 八億頓 全世界現在最大的問題就在大陸 這個亂語都在大陸 為什麼功過於球 產能過剩 所以他往多的都到全世界來 所以到處被判到 煩氣消 煩鯉田 煩貴殣 所以各位在看中鋼現在 等然稅前記憶不可能再 再規復到以前五六百億 或是兩百多年 就算正常 因為產能過剩 是這個鋼鐵產能過剩 這是比較亞洲的裡面 剛才跟各位報告 中鋼年產出鋼才輪到 就算1600 加上中鋼這1600 全世界現在第二大 寶鋼跟五鋼合併是第二大 本來第二大是新日領 現在變成第三大 這是主向南國的多少部 所以在中鋼裡面 靜音你來看 中鋼還是會害得到輸出 所以中鋼追求的不是量大 而是磁的方便去改變 就是提升我們定位在比較小和美的一個精致感情 或是像他們動輒都是五六千萬公多的這個鋼匪 中鋼有五大事業主義 就是鋼鋼事業 也是工程 也是工業材料 物流貿易 服務同組 這是中鋼的鋼鋼事業 在台灣有中鋼 中鋼 中鋼 在國外的就是馬來西亞 越南跟印度 工程方面的中鋼機械 中鋼結構 中鋼環保 中鋼設計 中鋼光是做太陽 這些材料就是鋁魚 碳 碳化石 這些轉爐屎的 這些是食性材料 泰鋼金 生食旅行之類的 這些船運公司 貿易公司 這是在國外的財產公司 這些服務投資 中鋼投資 跟這種會長的我們有同性的參與到貿易軍 土地開發是中鋼的信蠟服務公司 那種鋼有七家 上市榮子 玉桃機械 一家是在國外的財產 其他在國內的上市榮子 中鋼為什麼要到新南巷 我這樣跟各位報告講 自己的土地太小了 不讓公粗 還有不讓 長不住一棵蚌樹 用借別人的土地 再把樹長蚌 就是我們臺灣的內需市場太小 我們要把東西變成國民的內需市場的顏色 這樣產業才有競爭 以前講這個觀念的時候 很多學者跟政府官員就說 那你這樣是不是造成產業空洞化 產業外移 現在我們從臺灣現FTA就有一個紐西蘭 一個農業 一個新加坡 服務業 金農業 對執照業 有什麼影響 現在臺灣出去的貫稅15%到33% 現在哪個企業你的貨利率有15% 你怎麼跟你競爭 供一個稅率 關稅 就發生了 不過現在應該還清楚 他為什麼要拉回去 但是現在到東協以後 你就會發育 你有很多人要接的很多人 就像周剛平伏的20年為什麼到月園 因為全亞洲消費最多人 一個新加坡 一個月園 因為他穿草鞋 不怕你穿皮鞋 因為他穿草鞋 不怕你穿皮鞋 因為為什麼 他是以農曆的 他的道理 全世界第二 數個太平 他的咖啡 全世界第二 數個巴西 他的腰部 全世界第一 這些指導員都是你外資人通知的 有什麼衝擊 TPP 他牽的最快 他牽的最快 TPP 是全世界自由化 標準是最嚴格的 他敢牽的 為什麼 衝擊不是他 是你外資企業 你外資企業一定會去調整 所以 中鋼評估的20年到月園 所以我在常想 為什麼台塑那麼早進去 他別的地方不去 他一年不去 他為什麼去月園 我過來才發現 有這個關稅方面 而且 月園政府在整個治癒貿易協定裡面 他是滿親近的 其實台灣要簽 TPP 要先得主治於貿易協定 我們要自己想想 所以 我們到底 準備好的沒有 我們的市場 準備開放的沒有 我們自己的競爭力 準備好的沒有 開放 所以我覺得 沒有參加 TPP 不見得是壞事 一開放 是很麻煩 但是 很多人認為 川普捨棄了 TPP 川普的新經濟政策可能問一下 我可能並不是這樣的看法 因為川普是採取這個經濟的擴張所謂 他要創造需求 他要創造他的內術 川普並不反對公平貿易 他是反對不公平的貿易 是用政治來干預 因為川先進 TPP 其實美國犧牲很大 美國第一線高標準 如果這些國家都打倒 美國是開放讓很多人進來 他用正式來冠軍 他在亞洲的發權 因為他要重回亞洲 這是美國歐巴馬他的策略 所以川普他在意的是 就是對我美國有沒有幫助 我為什麼要簽一個 TPP 綁住那麼多 然後開放我那麼多事情 我現在一個不要 我一對一 我美國對一個韓國重新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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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見得是錯 不見得錯 我認為是馬虎 所以不加入 TPP 我覺得不影響 所以你可以看 TPP 影響最大的就是黃之列 就是成立 不是 學院 這個學的都在院 但各位可以看 如紅 巨療 連東都到院 有沒有說因為撤掉 TPP 他就不到院 沒有 因為他還是有能夠能力 他的成本 他的關稅還是划算 你從台灣出去到美國 關稅就卡了 所以為什麼要到運動型 各位要認識 不是說今天一個公司的發展策略 所以你不需要想你為什麼要走出去 你用P的什麼走出去 要去思考 我們的競爭力在哪裡 我們的市場在哪裡 而不是今天大家講新來象都新來象 其實中鋼在還沒新來一下子的時候 我們就佈局了很久 所以中鋼20年 在院裡研究了20年 但是後來我們是跟日本合作 為什麼我們對自己來 你自己來你就會面臨到 今天像台塑合金的狀況 你是無疑的外資 我們跟越南沒有關稅 我們當初共鋼有平無正常關係 排塑有平無正常關係 我跟日冷 新熱鐵合成日冷占了40% 中鋼站了51% 警察是一些我的下游業者 為什麼 因為日本跟他有邦交 到時候 越南政府對周 剛剛有什麼意見的時候 解惑我的大股東 因為你大事故要出面 這個就是要必須政治貢獻 台塑75倍 他是70% 台塑中鋼25% JFE 日本5% 所以台灣價錢是95% 你台灣跟他沒有邦交 你取一求 這個就好 這個就比較麻煩 所以這個在選擇 你的策略不棒 是滿重要的 你可能要考慮到一些風險線 如同的對面 而我們都知道 東雪街機構空調 很大 多大 他 6億人口 2兆 2兆2兆 產 他現在 2兆沒接到 我剛才 講台灣的鋼鐵產業 那個是新台幣 他是2兆2兆 他現在舉次於美國、歐盟、日本、中國 世界第一大的經濟共同體 大不大 市場就在那邊 中鋼鐵為什麼去 因為他的年需求量有8000萬公噸 現在哪一個地區還有8000萬公噸 被大陸就打得亂七八糟 所以你要看你的市場站 讓我們又評審進去 東雪 十個國家在下上面的印度 有五種政治體 有六種宗教 有十一種法律的體制 有十二種語言 能評審進去 你準備好語言 不是就資金 有人才在哪裡 最重要是人才 所以說西南下、西南下 那個心要改成我們的心 你們有用心 你們有同理心 你們有真正的用心去交流 所以到越南 到西加坡、到馬來西 我發覺 我們總有自己高光在上 看別人都好像 哎 這些書是東西都說進去 英文都講不太難 國際話都做得不用 寫的 Paper 什麼寫的公文 都是英文的時候 有看到 賣茶茶作為 我們 我們從 從國中練到大學 英文都跑到裡面去了 我們平時 跟你在講 我們是國際人 我們在講 作詞 詞